新闻幸福之理 雲霸,雲霸你好 雲霸你好 另外一位是老貓測3G的站長 老貓哥 老貓哥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問一下老貓哥好了 你有自己有在用這個Google Play嗎 你是Android系統的這個陣營的人嗎 基本上我兩邊都有在使用 兩邊都有在使用 那你給大家講一下說 就是在Google Play的部分 有哪些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 一些服務 其實因為一般我們的傳統印象 因為我一開始是使用Apple的蘋果的系統 那其實剛開始使用系統的時候 大家可能想到說都是需要付費嘛 那後來我剛開始拿Google的系統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想說 我可以用很多很多免費的東西來使用 對,就一直這樣用下來 那其實到現在來講 其實我好像還沒真的有花 花費任何的金錢在Google上 所以好像Google Play 比較少要付費的東西是不是 還是說免費的比較多 免費付費其實都有 只是說它的選擇上 免費其實有找到蠻多不錯的 好,所以呢 如果不管你是這個Apple的使用者 還是說你是Google陣營的使用者 我們今天到那裡來瞭解 到底這兩大商店 它的實境應用 這個服務到底有哪些 首先來看的就是Google Play 另一次使用就上手 我們現在來統計一下好了 其實在現在 全球也就是今年第三季 App下載量統計的部分 Apple可以看到 就是IOS系統 100億次 但是Google Play 有130億次 明顯是比較多 這是Google略勝一籌 但是往這邊來看 這是在營收的部分 營收怎麼會這樣子呢 反而是這個Apple勝出耶 而Google只有二分機 雲霸為什麼會這樣子 明明它的這個 下載的次數比較多啊 為什麼Google還會輸 其實這應該要從那個 手機本身售價來看 是 因為iPhone本身就只有 一種售價 它就是兩萬多塊 那Android手機 它會分成低價手機 還有比較旗艦機的機種 所以在先天的族群 就已經先區分好 是 它會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它要付費也沒關係 那Android這邊 會有一群是 完全都不願意購買 不用付費的一些 它就專門喜歡下載 免費的一些App 對對對 但是在廣告的部分呢 是不是也有區分兩種 在軟體開發商啊 他們也會希望說 透過一些促銷的方式 讓自己的軟體去推廣 所以它會有分成兩種版本 一種是免費的 那免費下載讓你免費用 但是它上面就會有一些廣告 你可能不小心點到廣告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賺一點錢 那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你需要不要受到廣告干擾的話 那你可以去下載付費版本 所以付費版就沒有廣告這個東西了 對對對 所以Apple也是喔 它還蠻聰明的對不對 它好像都要跟著開發商來拆賬 所以剛剛看到在營收的部分 Apple才會比較好一點 比Google是略勝一籌到 不過另外來看到了 我們實際來比較一下 App Store跟Google Play的特色 到底有哪些呢 老貓哥趕快介紹一下吧 好 首先我列出幾個差異性的話來講 那第一個其實 一般付費方式 我們習慣都是使用信用卡來付費 那其實說 因為其實很多人 假設就算他沒有付信用卡的話 其實用Visa金融卡也可以 都是題外話 用金融卡也可以 對 只要你有Visa的那種也可以用 因為它都會有號碼 對 但是Google Play這邊 Google Play方面在幾個月前 遠傳現在有結合一種方式 就是說 你可以在上面買東西 然後到時候它是放在你的 電資費的那個 你手機費的帳單裡面 跟著你一起來 跟手機帳單一起來 對 你去超商繳費其實就可以了 是 這很方便一些就是他可能 他連Visa信用卡 可能也沒有去申請的使用者來用 所以沒有信用卡的人 也可以來使用Google Play 這個付費的方式了 對 因為Apple還是局限在信用卡付費的方式 對 那這個來價位分佈 Apple比較少 Google比較多 一般說在價位分佈 如果是以之前美金的換算來講 比如說像以前 我們買Apple 可能就是0.99美元一個軟體 或1.99、2.99、3.99 其實它的價位分佈是很明顯就是說 它的價格其實大概可能就是幾種選項而已 那其實在Google Play上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選項是非常的多 是 那只說多跟少 會不會影響到這些的付費 跟影響到它的價值 我覺得這還可以慢慢再去做討論 是 聽說蘋果這樣子的價位分佈 非常簡單 0.99、1.99、2.99 好像會不會覺得說 我門檻很低 所以我就一直下載 一直下載 反正一次0.99來好 像我一開始最早在下載的時候 想說 0.99可能就不到一塊嘛 那其實以台幣來講 要一杯飲料的錢 二十幾塊錢而已 對,二、三十塊 那其實在後來也有人去討論說 因為其實App Store裡面其實 單一個軟體最高價的話 它有到900多塊美金以上也有 那Google的話 可能大概200多已經算蠻高的了 對 好,那下面這個 措置建議搜尋 Apple比較少 那邊Google的是比較多的 這又是什麼 好,我是覺得這部分會比較影響到 軟體的下載量 換個方式來講 假設說 我們在使用Google去上網搜尋 假設我要輸入一個Hotel 或是輸入什麼 結果Hotel不會拼 對,你拼錯 少拼一個字或多拼一個字的時候 那我們在Google搜尋上 不是會跟你說 您建議的 您是不是搜尋這個單字 是 那其實在Google Play上 其實它會把它 現在蓋建議的這些單字 一次列列出來 列出來,讓你選擇 對對對,那其實在App上 它的比較 Apple是搜不到了 對不對 對,它會比較嚴謹一點 那這樣優好也會是在於說 假設我現在要抓一個程式 可是我可能 記不太懂它的名字 那可能在搜尋上 就會有些落差在 所以變成說 Google搜尋的部分 比較強勢一點 你即使打錯字 或是不完整的字 它都可以搜得出來 不過最後一項來看到 廠商推廣度 蘋果比較高耶 為什麼蘋果比較高呢 應該是說像 因為我本身拿兩個系統 其實也有一種感覺 就是如果說 假設現在有新的廠商進來 想推出新的App出來的話 其實嚴格上來講 還是會以Apple先為優先 因為畢竟 以寫程式的議長來講的話 其實Apple你要 寫完一個程式 你要做測試 那從iPhone、iPad這些 幾個裝置 大概就這幾個 我們都數得出來 那解析度其實也不多 那可是在Google Play 在Android陣營裡面 其實它的手機 從很低階到很高階的 硬體什麼都有 包含說解析度螢幕大小 甚至說你可能同一個解析度 不同硬體 也有可能不同的效果 所以變成說 Android的這個廠商 因為廠商在 你在投入的時候 其實你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來做經營 做測試這一塊 那不過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因為 這兩家的陣營 其實像Google的下載量 已經很大了嘛 那只是對於廠商來講 Google現在幾乎也是會跟得出了 所以也會跟得出 對 在以前來說的話 可能還是以蘋果為主 對 現在情況有點改變 因為Google陣營越來越龐大 不過呢 這是特色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服務囉 到底呢 兩邊的服務有哪些 接下來看到 在這個音樂的部分 Google好像比較弱一點 因為它沒有 而在雜誌啊 還有這影片的部分也是沒有的 但是呢 蘋果的App Store 通通都是有的 這老毛哥 可以再進一步的 稍微分析一下嗎 現在呢 兩大商店 他們服務啊 這沒有的 跟有 現在落差很大嗎 呃 其實對於 像至少以我 我自己來講啊 是 這邊我可能不太常用 我比較常用會下面是APP的商店 所以你會用這個 對 那像以蘋果來講 它也不是說一進台灣 就是可以抓音樂 它也從大概去年的時候抓 對 那其實 因為其實在音樂啊 電影啊這些版權的東西 其實它要考慮說 你付了費用 它會付用又怎麼去做拆帳 嗯 那其實這動作可能會有一點直緩一點 所以台灣在這方面其實會比較慢一些些 是 那我相信至少Google之後 也會慢慢有出現 可是我們看到音樂啊 雜誌啊 影片啊 目前Google都是沒有的嘛 對 它有其他方式可以取代嗎 嗯 就像說以Google音樂來講的話 其實Google音樂它可能你可以 免費儲存很多首歌在上面 嗯哼 那有些人的教的方法就是說 你可能去申請一個美國的帳號 美國的ID 是 甚至我從 又去掛一個伺服器 然後從美國連線 也是個方式來做 那目前這些東西 可能開放的國家會有些不同 甚至就是有人說 像 以Google影片來講 例如說 在日本你可以直接從Google商店去看 半指指數 是 那很厲害啊 那實際上 在我們台灣這邊的取代方案 其實不管是Apple陣營或是Google陣營 其實有其他App也有相同的程式可以看得到嘛 哦 所以直接用其他App程式就可以了 只是不是那麼的有版權的 只能這麼講 是私底下的影片 是 所以這邊提供的就是正版的嘛 官方版的 至少是正版的 好 所以說好像這些都有這個替代方案 現在很多人都直接用這個App 我們下載一個App 看影片或是聽音樂 都不是問題 好 到底現在電子書要怎麼來下載 要怎麼來購買呢 雲爸趕快幫我們這個稍微複習一下 在購買的部分 如果我真的第一次使用 我不會的話呢 要怎麼用 其實圖書是在這一兩個月才剛出來的服務 是 那在我們 如果用Apple的話 一開始會輸入Apple ID 然後會進行輸入信用卡帳號 是 那可是Google 它比較沒有這個方面的服務 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它圖書的首頁 圖書 就是Google的Google Play圖書的首頁 對圖書的首頁 是 那這個畫面啊 它這邊 因為它現在書其實還不是很多 然後它現在只有一些配合的出版社 有放一些書在上面 那如果你看到你喜歡的書的話 然後你也不確定你自己要不要購買 那你可以點上面的試用 免費的四月版 然後可以這樣子直接點來看 然後會先下載大概10到15頁 10到15頁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這個就是新書推薦 它就有這個書的封面出來嘛 讓你去選擇 如果你想要的話 我們就把它點進去喔 點了之後呢 好就到下一頁去了 下一頁呢可能假設我現在說 欸我要看這本書喔 剛剛說到了雲爸 這裡有一個免費四月版對不對 所以它會讓你看大概這本書的 10到15頁左右 對 那我如果試試看之後 我真的好喜歡喔 我要怎麼買 那這時候就要透過信用卡付費 那如果說你本身有信用卡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點一下購買之後 它就跳出信用卡的介面 然後透過那個Google Wallet 然後直接去購買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Google Wallet 然後它已經用信用卡來付費 對用信用卡來付費 是好 那付費完了之後 它就說恭喜你啊 就是你已經完成付費啦 所以我這個東西可以下載到我的這個手機裡面 對 就只有手機可以用嗎 其實它在各種平台都可以用 它比較算是認帳號的方式 那你如果已經購買了 那你今天回到電腦版 你想看大螢幕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到大螢幕上去看那個電腦版的版本 對 所以說不只是我的手機啊 或者是我的平板電腦下載之後 我只要有Google帳號 它就會認你這個Google帳號 你買過哪些書喔 像是這個螢幕的部分呢 你只要用到這個大螢幕的 像是你家用電腦 或者是你的筆記型電腦 通通都可以用 還滿方便的 不過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搜尋關鍵字喔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原理 這個我們的電子書啊 每一本書在上面 它都是一個可以辨識的文字 不只是圖片 所以透過這個放大鏡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直接在書裡面去尋找我們的 比如說你下載金融的書 然後你希望去找一下 某個角色出場的場景 透過關鍵字去搜尋你想要的段落 那它還支援書籤的功能 我們可以在上面 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一半 然後加個書籤 然後事後再回來繼續瀏覽這樣子 而且我還可以設定字型的大小跟背景對不對 哪一種方法就是哪一種背景是最好的啊 背景有三種 一種是白底黑字 一種是黑底白字 還有一種是比較懷舊的風格 像那種翻閱古書的感覺 那我個人試用的結果 我覺得是黑底白字是最好的 黑底白字是最好的 對 因為比較省電 是 好 我們剛剛也看到說 其實這個不只是手機啊 平板可以用 家用電腦也可以用 不過雲板我要繼續請教囉 這種電子書 因為電子版本嘛 它就不是一個實體書 它的售價真的有比較便宜嗎 其實在剛剛第一頁那邊啊 在圖書的首頁那邊 它其實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售價 平均都大概比實體書籍便宜9折左右 所以大概9折左右 大概9折左右 然後Google會有不定時的促銷 一些行銷活動 那可以再看它打幾折這樣子 好 所以剛剛是在這個電子書的部分 不過毛哥趕快來請教一下 現在到底哪些啊是最夯的 好像聽說最近喔 有一個城市很厲害 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因為其實在這幾天 有常在使用Facebook的人 可能會發現說 身邊很多朋友的大頭貼 都換成一個漫畫風格 是 請問這位是誰 這位小姐是誰 蒙娜麗莎嗎 對對 看起來是個正妹 蒙娜麗華 所以這是什麼啊 這一套城市叫什麼 它的名稱是叫摩曼相機 摩曼相機 對對對 就是把原本你的照片 然後轉成像漫畫的風格 那像以前可能就是玩美肌 可是現在就玩漫畫 是 可是它怎麼用呢 怎麼做成這樣子 其實這套城市我可以先講是說 其實它在Apple的App Store裡面 跟Google的Play商城 其實都有 對對對 其實像以這套來講 就我們剛剛講的嘛 其實廠商在推出軟體之後 它可能兩邊其實都抓得到 好 我們實際來操作一下 那像我直接省略到前面拍照的部分 那像如果它已經拍完照之後 其實它會先套出一個很簡單的模組 那就如同我們現在螢幕上面 就是可能是一個正妹 那它可以換嗎 就只有這個圖嗎 對 那我先看左 下方不是有一排 就是有美妝背景這些東西 對 那我先疊 美妝的時候 其實馬上要跑出我 我原本拍照是長這樣 大家不要懷疑 不是這個樣子 看著這張小圖片的風格 我去選它的臉型 是要哪一種臉型 如果是尖眼我們把它選得很尖 甚至說我的髮型可以去做調整 不管是長髮 短髮 其實都可以去做調整 都可以換 我變短頭髮了 對 那如果說你覺得臉型沒有對到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壓它的臉龐 我們可以做調整 所以可以移動我的臉 我們是可以做移動 甚至說我們之後可以加個眼鏡 其實也都是可以 還可以加眼鏡 哇 這是誰 那我又可以去改眉毛 越來越不像了 對 所以右下角的那個照片 就是讓你說你可以比對自己 然後做出一張很適合自己的 那如果覺得你這姿勢不好看的話 你還有一個背景 我有其他情境可以換 我可以換其他的情境 其他方式都可以去做 好厲害喔 這是誰啊 打告我輸球 因為這樣看起來很有趣 而且馬上其實這幾天 馬上引起一個崩潮 是 所以現在真的很熱門 對對對 那不過在Android的這個軟體裡面 其實我們右上方有個儲存的檔案 雖然你按下去它會寫儲存 可是它是儲存它這個軟體的作品集裡面 那你要透過微信或微博才可以拿出來 那其實 因為像如果是你使用App Store 是可以直接儲存在下部 那以Android來講 我們必須它另外裝一套 網賣相機的share軟體來做 等於說我要透過第二套軟體 所以很多人在這套上面 是留言說它不能抓 其實是可以 可是你要再透過第二套 所以再裝另外一套軟體 你就可以去share 只是不過是非官方的 是 是非官方的 好 所以剛剛看到那個 很可愛的卡通人物 雖然說長得有點怪怪的 但是不要懷疑就是我沒有錯 好 這就是最近比較流行的 叫做磨慢相機 但是剛剛我們提到了一些 網路的商店 包括了Google的 還有Apple的 但是現在台灣人真的好厲害 台灣人購買力有夠強 現在已經擠進全球第五名了 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麼值得購買呢 讓台灣人也瘋狂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廣告回來 持續帶你來探討 可以先去飲食 好看 我們來看看 看這部門 還有什麼 好看 非常有趣 可見 看